終於在公開場合見到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跟妹妹柯美蘭合體了 柯文哲到新竹舉辦新書簽名會 柯美蘭以五黨籍參選新竹市立委 未來會不會找柯文哲站臺 柯美蘭的最新回應一起來聽 我什麼色彩我都要 所以也會找郭董或者是侯永元那邊嗎 當然 如果他願意幫我站臺 我都覺得很棒 可是他現在大家都在講 是這個藍白的朋友 那你自己有說就是希望郭董 如果侯主今天不行的話就是郭董 那現在 侯主當菲律大聯盟 是 我覺得任何一個色彩都可以幫忙 因為我們的目的是 要讓我們的國家更好 去幫真正前站臺的話 我哥哥一定會幫我的啦 你想也知道嘛 情敵法 情敵法的一個做法 可能說慶妹妹不過 我覺得那是不可能 我覺得是絕對不可能 柯美蘭唱所預言 媒體追問目前藍白河 覺得國民黨現在有拿出誠意嗎 他回說沒有細讀認真的去看相關的政策 但直覺上來講 覺得國民黨的速度太慢 想得很完整 但是感覺上就是來不及 會造成心不安 而整場簽書記者會 柯文哲跟柯美蘭的相處 看起來相對單純 沒有互相聊到選舉相關的事宜